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爱马仕拿到的一只包包 在上一支视频我就有给大家拍一下在店里面的一些照片 因为爱马仕纽约新店在10月底的时候就重新开业了 但是我知道上个月才有时间去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去过或者是之后想去的话 都欢迎点击屏幕上方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然后在那支视频里面我也有分享我这次买的一些配货 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 立刻来看一下这只包包长到什么样子吧 我这次拿到的包包呢就是一只mini lind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呢 如果有猜对的话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这个颜色是X9紧盔紫皮质是TC皮配银扣 底部的长度是19厘米 高度是12.5厘米 还有它的宽度是9厘米 等一下会来给大家测试一下它的容量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下上升的一个效果 这个包包打开的方式呢 就是要首先把这两条袋子从这个悬扣上面取出来 然后再把这两条拉链打开就可以打开这个翻盖了 里面有一个大的分区还有两个侧面的小口袋 侧面的小口袋呢就可以放一些信用卡或者是地铁卡之类的 包包的两侧呢也有两个口袋也可以放信用卡纸巾零钱之类的 包包的重量呢是370克 其实我之前的另外一只mini lindy呢是大概有400克多一点点吧 所以即使是同样的包同样的皮质呢 它的重量可能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这只包包拿在手上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轻 虽然它是TCP但是一点都不觉得重 给大家拉近一点看看这个皮质 我觉得它的质感真的非常好 而且这个颜色在TCP上面也挺漂亮的 TCP的话跟偷口皮有一点像 就是颗粒啊纹路都会比较重这样子 就比较耐磨耐刮 但是TCP有一个地方就是不能碰水 因为它碰水的话这个皮质可能就会起一些小水泡 这个包包上面有两个小手柄 可以手拎这个包也可以斜跨这个包 手拎的时候呢看起来就有点像个小水饺 非常的可爱 底部呢有四个钉子 所以放在地上或者是放在桌面上的话呢 底部也不怕被弄脏 包包的内部呢其实跟外面的皮质完全不一样 它里面摸起来像swift皮这样子 很滑一点颗粒感都没有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一个效果 我的身高是1米62 我在美国穿的是US4码或者是小码 有时候我会穿2码 这个肩带长度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我斜跨的时候呢它会刚好卡在宽部那个位置 所以这个高度对我来说拿去东西也非常的方便 之前在想书上面呢就有看到有人说 mini lindy背起来像个鼓一样 因为它侧面很宽 然后自从我看了之后呢 我每次背的时候呢就真的是觉得有点像个鼓 所以大家如果是比较介意这个侧面的宽度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看看别的小包吧 就例如说Chanel的那个mini flap 它是比这个mini lindy的侧面要薄很多 侧背起来呢我觉得是更加好看的 但是它的容量呢又会小很多 这个包包除了鞋胯呢就还可以手拎 手拎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两个小手柄拿起来还挺可爱的 但是我就不建议肩背 肩背的话长度应该会太长 所以应该不太适合大部分人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包的容量 可以放得下我的手机iPhone 14 Pro 一个LV的卡包 一个爱马仕的卡包 一个粉饼 两只口红 一只手霜 一副墨镜 然后上面还有很多空位 所以大家如果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例如说纸巾啊 口罩 免洗洗手液之类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去 但是如果放一个内胆包的话呢 应该就可以更方便的寻找这些东西 侧面的话呢就是刚刚提到的 可以放地铁卡信用卡或者是一些零钱收据之类的 这个小飞马呢也是SA这次一并给我的 他说这个小飞马的颜色跟我这个包包的颜色很搭 翅膀的颜色呢是梦幻子 马身的主体呢是Cray奶昔白 然后马毛还有袋子的颜色呢是深绿色 叫松柏绿 这个小飞马非常的好看 这个配色也很高级 我觉得跟白色粉色 或者是一些深色的包包应该都会非常的搭配 这个包包的价格呢是6400美金 1月份或者是2月份的时候呢爱马仕在美国这边应该会有一次涨价 他就是全都是卖包包啊小皮具笔记本之类的 我就看到很多陈列的包包 然后我就顺口问了一句说 有没有mini lindy或者mini belied 他就说他要去问一下manager 然后过了几分钟呢 他就回来跟我说有锦回子这个颜色 然后问我感不感兴趣 我一听就觉得这个颜色还不错 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有一只菜篮子是这个颜色 不过是Epsom皮的 不过因为我不太喜欢Epsom皮的菜篮子 所以之后呢我就是把那只菜篮子给出掉了 大家如果之前有关注我的视频的话呢 应该都有记得我在视频里面讲过这件事情 就是我还挺喜欢这个颜色 很感兴趣想看一看这样子 然后他就去拿包给我看了 然后顺便还拿了一只小飞马 就是他觉得还挺搭配的 然后我看完之后觉得真的还不错 就是这个颜色还是蛮适合我的 而且我一直都非常喜欢mini lindy 所以最后呢我就决定要这只包包了 拿了这只包包之后呢 我还有买别的东西 例如说这一只猪鼻子带钻戒指呢 是我同一天买的 然后我还买了一双小白鞋 还有那个小飞马 然后大家如果对这些单品的细节啊 价格之类的感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去看我上一只的那个配货视频 所以总的来说呢 如果你说有没有配货呢 你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因为在我拿到这只包之前呢 我的确是没有买东西的 但是拿到这只包之后的同一天呢 我又去买了四千多块钱的东西 就是那个小飞马 这个戒指加上小白鞋 大概四千六这样子吧 那还有一点为什么我说我这次拿包 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呢 是因为我回家之后呢 我在小树上呢 就不断地刷到这个锦葵子的mini lindy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是店里面 刚刚来了一大批同一个颜色的mini lindy 所以当我问SA说有没有mini lindy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刚好有好多只 所以就给我offer了一只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被offer这只包包 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老客户了嘛 我从2019年开始在这家店买 我一直都是有在不断的购物这样子 虽然我不是说像有些人就可能说他们每周或者每个月都去 但是我一般就是两三个月我都会去店里面一趟 然后有时候看到一些喜欢的东西 我就会发那个链接给SA 就是让他给我寄过来这样子 我一直呢都没有很明确的问过我的SA说 如果去哪一个南quarterback会不会扣掉你之前的配货 会不会影响你之后拿包 我是没有这样子直接问过的 但是我有大概问过他也试探了一下他的口风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只要你一直去买东西一直购物的话呢 其实那个manager呢就不会一直在盯着你看 然后给你算你现在就是配了多少比例这样子 总的来说就是如果你是老顾客 然后一直keep buying的话呢在拿quarterback之前给你一个nonquarterback 这都是很正常的 那我这次买的4000多块钱的配货呢 会不会算到我明年拿包的这个profile里面呢 我觉得还是会算的 根据我之前拿quarterback的一些经验呢 我觉得如果他给你一个nonquarterback 其实他不会说把你之前的配货全部扣完 之前有些人啊会说什么扣50%啊 或者是皮具就是根本不算的配货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看不同的店不同的城市这样子 但是在纽约的话我觉得他是不会把你之前的那些配货全部扣完的 SA呢也有跟我说他之前有顾客就是一直想要买皮具 就不仅是包啊 例如说什么笔记本啊 护照夹之类的 这些都是算later goods 如果你一直只买这些东西 然后你其他类别完全都不买的话呢 其实对你的profile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最后如果你是想要要一个quarterback的话 或者即使是一个nonquarterback也是没那么容易的 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欢那只包的话呢 就不要太担心它会扣掉之前的配货或者是影响你之后拿quarterback 这样子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那个包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真的是遇到你自己喜欢的话呢就拿下吧 因为之后的话如果你很难再遇到的话你肯定会后悔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想法和经验 如果你觉得这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就别忘了帮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祝大家新的一年一切顺心都会拿到你想要的包包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